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点轻松的新闻,两个新闻,一个是来自于台湾,一个是来自于菲律宾 这两个新闻,大家看清楚的话,大家就会发现啊,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也就是啊,在这些新闻背后,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心理现象 然后一个新闻是来自于啊,台湾最近啊,特别热闹的一个新闻,特别逗的一个新闻吧 大陆的无人机啊,永床金门岛,这个新闻其实本质挺简单 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台湾这边的一个反应,非常的好玩 能够让大家看到两岸问题里面,里面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啊 另外一个就是菲律宾啊,最近啊,对着啊,这个中国又开始叫板了嘛 最近关于什么这个运送什么伤员病号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跟中国发生了一些摩擦,中国的外交部啊,然后的话也给这个啊,菲律宾进行回话 总而言之啊,菲律宾现在跟中国玩的有来有往 就是啊,这个双方在某些问题上啊 这个你说一句,我接一句啊,我接一句,你说一句 总而言之啊,有来有往 菲律宾走到今天这个样子,就剩下啊,打口水战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然后菲律宾走成今天这个样子,大家可以看到未来这个南海这个问题将要如何解决了 发展到今天这样,如果有人还看不清楚南海问题,菲律宾这些问题到底怎么回事 中国到底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那就要想想到底是什么让自己看不清啊 其实台湾这个问题,台湾这个新闻跟菲律宾这个新闻其实都是一样 什么事情,什么情况让你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东西在拦着你不让你看清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啊,这个金门这个新闻 金门这个新闻特别的简单,对不对 大陆的一个飞友,然后拿着自己的无人机往这个金门去飞 飞到了金门的上空,然后把这个啊,物资给他投放了下来 然后的话,一些标语,一些啊,这个一些材料吧 然后呢,总而言之啊,扔到了金门岛之上 然后呢,非常的好玩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其实特别简单 大陆的网友啊,但是一个比较嘲讽的一种状态 对不对,之前啊,大陆的这种无人机的飞友 跑到这个金门岛,那么什么大胆岛,二南岛什么啊 拍那些啊,台湾的阿兵哥,对不对 最早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 然后拍啊,这个台湾的阿兵哥啊 这个台湾的阿兵哥还跟那个猴 这话说的不好听 总而言之吧,那个反应特别的原始 特别的原始人,对不对 为什么叫特别的原始人呢 你的无人机过去了 这个当时啊,台湾岛岛上的阿兵哥捡起路边的石头 啊,往天上去砸 你不怕砸着自己,你知道吗 就这不可能完成的事 拿石头能砸到无人机 您是超人的臂力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这个反应特别的原始啊 也特别的逗啊 然后后来呢,又拍什么台湾的阿兵哥啊 然后呢,不敢看天上的无人机 然后呢,赶紧啊,那个拿了东西啊 发现这无人机来了 也不看这无人机,拿东西赶紧走 千万别被大陆的无人机给拍到 就这种表现特别的有意思 这一回呢 这一回同样也是如此吧 但是这一回有意思的这个表现 不在于啊,拍到了什么阿兵哥呀 拍到什么啊,什么什么 就这种现象啊 这回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金门 这个金防部啊 也就是金门防卫部吧 对不对 也就是啊,这个台湾啊 在金门的这个搞防卫的啊 这个军方的这个部门 那他这个反应特别的有意思 特别的台湾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情 你要认真来讲的话 你是一个专业的部门 你是个军事的啊 一个一个部门 对不对 你不是搞什么政治作战什么 你不是搞什么 就是文 走文职的这些东西 一个比较专业的部门 这种事情 你看到的应该是什么 那就是啊 你如何啊 这个针对啊 这个大陆的无人机啊 大陆现在给你玩的无人机 还都是民用的 叫一般的这个无人机爱好者 自己的那种无人机 这还不是军事的无人机 对不对 这是民用的 这个无人机爱好者的 那种无人机 都能够突破你的 所谓的防空 对不对 但你在那拍这个阿兵哥 你不想想 那个大陆的无人机 上面挂的只是一点口号 这样的一些物料 对不对 上面如果给你炸俩 这给你带俩手榴弹 那倒霉的就是你喽 你要倒大霉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事情 是比较 你要从啊 专业的角度上来讲 应该要去讨论的一个事情 结果呢 台湾的这个金防部啊 他的讨论方式 不讨论这个 他不检讨自己的无能 对不对 你想想 你有什么办法 把大陆的无人机 给他拦住 不让他过来 对不对 你有什么办法 把他抓住 堵动脑子 发动你的小脑筋 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他不去想 他玩的跟什么一样 他玩的跟个政客一样 就是金防部哦 台湾的军方 现在说的这个话 跟政客一个样 为什么呢 他说的是什么 跟大家读一下 他说啊 这个金防部指出啊 部分大陆居 大陆居心不明的人士啊 不顾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 破坏两岸关系的负面影响 意图借此啊 争取这个煤波关切啊 以提升社群流量或知名度 其行为心态均不足取 你是 你是真的是 你是政客吗 你说这种话 尤其啊 其中啊 说了一句啊 叫什么 不顾引发台湾民众反感 我现在看到这句话 真的是好讨厌 你知道吗 就是你说这种话 没有鸟用 除了恶心人 就是恶心人 对不对 好像啊 这个台湾的民众啊 这怎么什么事都反感 什么事都反感 就是说啊 台湾的这个民众啊 这个情绪非常的不稳定 你知道吗 然后的话 就是主要是你说了一个特别莫名其妙的话 这种话 大家知道什么话吗 耍小聪明的话 赖清德 一直想要搞的事情是什么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吧 清洗人心 洗涤心灵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总言之吧 这样 要让台湾人啊 要要团结在这个民进党的身边 然后以赖清德为中心啊 跟大陆进行对抗嘛 然后总而言之吧 就是做梦都希望台湾人能够站在自己身边 就是你的想法呀 这个想法呢 其实你对于民进党来说可以 对不对 可以 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可以 但是他不可能 但是哪怕不可能 但拦不住他想 就特别的违心 他一丁点的不违物 就违心主义 大家明白吗 就台湾现在 从上至下的这种表现 特别的违心主义 就你客观一点行不行 你违物主义一点行不行 客观一点 看待这个世界可不 不 但是他这个违心主义呢 他还在执行就特别的 愚蠢 特别的愚蠢 为什么我这样跟大家讲 然后为什么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是特别违心的 台湾岛 想要跟大陆玩这种 意识形态对抗 都不是第一天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从啊 这个老奖小奖就开始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时候 滚滚的吃货 滔滔的寒流 你大陆全是坏蛋 共产党头上掌窗啊 脚下流浓 脑袋上有鸡脚 有鸡脚 轻面的獠牙 对不对 大陆的老百姓 那都是配合共产党的坏蛋 你知道吗 坏人都是给这个共产党 打配合的 这就是大陆 整个大陆的形象 从1945年 1949年 老奖小奖 李登辉 陈水扁 都是这么搞 民进党上台 对不对 虽然说跟国民党 有点不一样 但是基础是一样的呀 大陆都是坏蛋 大陆压坝 天天欺负我们 最可怜的台湾 对不对 欺凌霸凌我们台湾 哎呀 我们的天天都想哭 那一样的吗 就是搞的永远都是这种 敌我意识对抗 从1945年 1949年 到现在没变化 就永远的敌我意识 永远敌我意识 赖清德搞什么 清洗人心 不奇怪 也不新鲜 国民党老奖小奖 一开始也是这么玩 对不对 然后总人认识吧 大陆全是坏蛋 我们才是最好的 我们才是最棒的 都这么玩 成功吗 成功了吗 多少年了 1949年到现在 多少年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么多年 搞成功了吗 有些同学回答 成功了 哪成功了 搞到现在 搞到什么 搞到台湾的 台湾的年轻人不当兵 大陆都是坏蛋 要与大陆为敌 对不对 要战胜那个邪恶的大陆 我们是正义的 对不对 然后你要真的是 成功了这种宣传 那大家应该踊跃的去当兵 把大陆干倒 把大陆干倒 不就得了吗 哪个当兵 你看台湾的年轻人 喊得特别的硬 支持 打 对不对 我们认为 就是跟大陆干是对的 你让他当兵 马上不吭声了 对不对 你要做个民意调查 你现在去台湾的年轻人 里边做民意调查 我们需不需要跟大陆 这个当兵 跟大陆作战 作战 跟大陆拼了 需不需要 我跟你讲 这个民意调查 绝对是70%80% 都认为 应该要跟大陆对抗 跟大陆拼了 对不对 但是真正让他做的时候 你去 弄个什么志愿意 对不对 你参军入伍 什么志愿意 对不对 去呀 没一个去 不可能没一个 对吧 一百个里边有几个 有一两个两三个 对不对 大部分谁去呀 傻子才去呢 这就是台湾岛的现状啊 对不对 你清洗人心 洗滴心 洗滴心灵 洗了 洗了那么多年 洗出现在这种结果 你告诉我 照样叫成功 可是呢 不管 我跟大家讲的 这全都是啊 比较客观吧 客观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这种 这种例子已经在这了 可是你要讲的台湾那边 哪怕是赖兴德这种人 不管不管 我就是要清洗人心 我就要洗滴心灵 那如何清洗人心 如何洗滴心灵呢 这个这个无人机 庸床金门岛 这个事情 对不对 那也得说成什么呢 你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反感 然后台湾民众一反感呢 哎 反正我只 呃 有没有反感 不知道 但是我天天说 天天说啊 台湾民众自然而然 被这种暗示 暗示到这种反感 对不对 我说嘛 我这是啊 机防部 对不对 我天天的告诉全台湾人 啊 只要发生这种事 咱们台湾人就反感 发生这种事 咱们台湾人就反感 那你暗示久了 那自然而然也就反感了 这样的话 那台湾 台湾人啊 越来越啊 恨大陆 然后的话 越来越清洗人心 啊 支持民进党 支持赖兴德吗 对不对 玩的全是这些 小手段 我跟他家费劲巴拉 讲这么多 就挖他这么点根 就这么点 就这么点小手段 咬聪明用起来 没完没了的 这就是台湾岛 对不对 不仅如此啊 还有啊 然后呢 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些啊 关于啊 这个什么荷兰那边 荷兰的军舰 对不对 然后被啊 这个大陆的啊 这个军机 还有直升机啊 给恐吓了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台湾 这是荷兰的那个 荷兰的那个议员 荷兰的国防部 他们说的呀 对不对 你解放军的这个飞机 和啊 这个直升机 你恐吓我 荷兰的军舰了 荷兰的护卫舰 对不对 你太欺负人了 这是人家说的 结果呢 结果呢 我跟大家聊啊 这个聊这个新闻 我说的是什么呢 你看似啊 这个是啊 荷兰与中国的一个问题 本质是中美博弈 关于台湾海峡 黄金水道的上面的一个博弈啊 然后和这个台湾海峡 本质上 那就是啊 这个中国的内海 对不对 讲完这话之后啊 今天这个 这个这个啊 这个视频下面 有一个评论 来自于啊 某岛之上的 特别可爱的一个网友 给我的一个评论 就这种小聪明啊 他发挥的淋漓尽致 你知道吗 但是没有用 还说的是什么呢 你老五胡说八道 瞎说 对不对 然后都啊 你怎么真的是胡说 为什么呢 真像你说的啊 这个这个台湾海峡 是你的内海 对不对 你你你的内海 你就别让啊 这个什么美国的军舰 荷兰的军舰 穿这个台湾海峡啊 对不对 你不让他过啊 就耍这种小聪明 为什么是小聪明呢 他做梦都想什么呢 自己不动手 你中国大陆 你去跟 你去跟美国人干 你去跟荷兰人干 去跟日本人干 你去跟他们打 打完之后 我们再选嘛 我们台湾人再选 你打不过 你你就是傻傻 我们就独立了嘛 美国人把你干了 哎 我们就独了 对不对 他一他一点力气都不用出 给你在这玩激将法 我我刚才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啊 这个台湾海峡啊 是中国的内海 对不对 是我的内海 谁过 谁不能过 用得着你废话 我想让谁过 谁过 或者说我觉得 谁可以过 谁就过 用得着你废话 什么只要是中国的内海 你你就别让美国的军舰过呀 对不对 然后你跟他打你 他敢过 你打走他 才能证明啊 这个台湾海峡是你的内海 就你看起来 对不对 你看起来人家还挺有逻辑 把纯货纯货 你知道吗 你作为个人 你耍点小聪明 没有多大的关系 对不对 你个人生活里边 你跟你的家人 跟你爸 跟你妈 跟你哥 跟你弟弟 跟你姐姐 跟你妹妹 跟你家亲戚 跟你老婆 跟你孩子 你耍点小心眼 没有多大的关系 耍点小聪明 没有多大关系 这种事 你耍聪明 耍小聪明 你是爸自己 看得太高了 你知道吗 就这种现象 我今天要拿出来 跟大家聊 就这种小事 拿出来跟大家聊 还有一个原因 因为昨天 跟大家做了一期直播 直播里边 就出来了一个 大陆的网友 这个大陆的网友 说出来的话 特别的有意思 也算是让我觉得 挺神奇的一个事情 这个大陆的网友 说什么呢 他说 这个 当时聊到了一下 这个九二共识 这个大陆的网友 说 这个不要再提九二共识了 九二共识 太关枪 关枪 我当时会觉得 九二共识 什么时候 给定义成关枪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我说 那统一关不关枪 和平统一关不关枪 对不对 这个两岸统一 中国统一 这玩意关不关枪 中华民族 阳皇子孙 这些词关不关枪 只要是 被认定为关枪 就不能说吗 当时我就忽然间发现 这个 这不像是 大陆网友 对于这些东西的 这种认知 然后我就说 你是不是受到了 某些岛上的 特别可爱的网友的 那个影响 因为这个网友 他还提到另外一句话 叫什么 现在大陆的政策 就是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 对不对 然后无论台湾的蓝绿白 无论是谁 都可以团结 你看这话讲的 我相信很多东西 都会觉得没毛病 对不对 反正统一嘛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咱们就好好的 去团结就得了嘛 刚才结合 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前面后面这两句话 交二共识 是官腔 对不对 台湾人不爱听 就少说 台湾人认为 这玩意是官腔 你就不要说了 对不对 然后团结 一些可以团结的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某些 某些特别可爱的 岛上的这些网友 他最希望的那种状态是什么呢 我什么代价都不用付 然后呢 你还得给我利益 你还得给我利益 然后呢 我还得 我还得决定啊 未来的发展方向 什么意思啊 九二共识 你别提了 你换个别的词 我总而言之 你说到我满意为止 如何说到 说到我满意 你得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 你得团结我 这个话讲白了就是 你得给我利益 对不对 但是咱家熟悉我的同学 应该知道 聊台湾问题 我经常聊的是什么 我经常聊的是什么 我经常聊的是 台湾的未来 需要台湾自己去选择 死路还是活路 出路还是死路 自己去选 老指望着别人 对不对 这就是台湾 台湾岛上一个 极其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现象 那就是 对不对 然后台湾的有些政客 曾经讲过 我们台湾就是一个 如花似玉的一个小姑娘 对不对 然后日本也喜欢我 美国也喜欢我 大陆也在追求我 就他总把自己 当成这个世界的这个中心 对不对 这特别傻的一件事 为什么 就我刚才跟大家讲 他好像就是特别的违心 就是自己往这一躺 我想到了一个特别美好的事 我就使用各种的小聪明 各种各样的小聪明 把这个事要催成了 你不是世界的这个中心 对不对 中美博弈是核心 中美博弈 现在你不管是在南海 在台湾海峡 在中东地区 在欧洲都在博弈着 包含在拉美 整个世界中美博弈才是核心 美国如果往下去掉了 你那点小聪明事 完完全全是没用的东西 大家明白吧 就是说 你的实力不够 你还天天在玩这种小聪明 但是最有意思的是 他这种小聪明还真的是 就骗傻子的 还真是骗来傻子了 刚才我跟大家讲的 昨天直播的时候 有那么一位大陆的网友 竟然还 还把人家这种话 这个原封不动的 往我这来套 对不对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然后呢 然后的话 这个九二共识是官腔 别说了 台湾人不爱听 九二共识不能说 对不对 那要说什么 所有被认定为官腔的 你都不能说 这就变成什么呢 他掌握了对于你的定义权 就用这种小聪明 他在定义你 你应该怎么做 有些事你不能做 对不对 然后呢 九二共识是官腔 人家给你定义了 我拜听这种官腔 你别说了 对不对 你得团结我呀 我是你的好朋友 对不对 我是你的朋友 我都告诉你 这个话我拜听了 你不要说了 官腔 对不对 他在定义你 你发现没有 然后呢 你应该做什么呢 你应该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啊 对不对 这样做你才是最好的 最棒的 拿利益吧 拿利益吧 我得试 问题是啊 你还是刚才那句话 你你你给自己身边的人 用在这种小聪明 耍小聪明 你坑一坑别人 没关系 你在这种事情上 对不对 耍这种小聪明 实力啊 他不会因为你的小聪明 而发生改变的 小聪明在这种大 大局势里面 你起不到什么作用 你针对人 你可能会骗到一个两个人 但是啊 这个世界 总有人能看 看懂你们在干嘛 看懂你在干嘛的 对你好一点的啊 提醒你一下 对你对你不好的 你可能要出大问题 你少耍小聪明 对自己没好处 这辈子就这么去玩 这就是台湾 刚才跟大家讲了三件事 对不对 这个金房部 关于啊 这个无人机这个事 包含刚才跟 今天跟大家聊的 荷兰那个事 再到昨天的直播 全是这些东西 全是小聪明 大家发现没有 全是小聪明 从台湾的官方 金门防卫部 对不对 再到啊 什么一些网友 对不对 全耍这种小聪明 台湾是为什么成为这种现象 台湾人得自己去思考啊 之前我跟大家聊过 然后的话 从什么这个 从什么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厚黑学 在台湾岛的流行 对不对 厚黑学在台湾岛 80年代可流行了 哪怕像什么 许卓云啊 这种大学者啊 然后的话 台湾岛的大学者啊 算是也算是中国史的大学者啊 这个东西 大家也不用去否认啊 爷啊 这个评价过这个 厚黑学 这本书 许卓云什么人 王立宏的啊 旧老爷 旧爷啊 亲旧爷 旧老爷 旧老爷 王立宏的亲旧老爷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还是啊 这个王小波的老师 你看 这这可以说上 算上一号人物了吧 然后在台湾岛 你就知道这个 厚黑学在台湾岛上的这个 这个这个风潮 就是喜欢耍一些小聪明 达成自己的一个目标 是不是可以达成目标 小的东西可以达成 大的你会出大问题 你这辈子脑子全在厚黑学里面 你这辈子就完了 你想想是为什么 这话真的是放在这 然后厚黑学是这样 然后一直到后来 那个台湾的一个作家叫刘庸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他快创创造了一种文体 就是一句话 一句话 一句话 讲一个道理 就是一句话 一个小聪明 一句话 一个小聪明 全是这些东西 跟后悔学比较类似 但是后悔学呢 还是要是要奔利而去啊 这个刘庸呢 是有点小聪明 有点好玩 就这种这种这种作家 但是还是耍小聪明 刘庸 然后还有像什么蔡康勇 什么说话之道 全是一样 全是啊 教你啊 使用一些话术 教你使用一些方法 来达成自己的目标 人这辈子要全倒在这 你真的是死路一条 对不对 可是这就是台湾的风潮 大家看没有啊 刚才跟大家点那几个人名 后悔学 对不对 李总武 咱俩李总武啊 是大陆的 对不对 但是的话 这个在华人区活起来 是八十年代的 这个台湾 是以台湾为首 后悔学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刘庸 作家 对不对 台湾的作家 然后呢 这个这个 蔡康勇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 总而言之吧 你就可以看看 这台湾岛这个风气啊 自己想想吧 上大道 上大道 别天天玩那种小阴谋诡计 你知道吗 阴谋诡计有没有用 小事有用 大事你会 你会倒大霉 而且你这辈子 你全都弄到 心思全在这上面 你想想倒霉的会是谁 上大道 你才能做大事 玩这种小手段 可不可以 可以 你爱怎么玩 怎么玩 对不对 然后的话就讲到这 这就是台湾的这个新闻 我觉得好玩的 菲律宾这个新闻 同样也是如此啊 菲律宾这个新闻啊 这算是啊 这能够啊 让大家看到 这个中国与菲律宾这个矛盾 南海这个矛盾 基本上已经来到了一个阶段 为什么要来到了一个阶段呢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菲律宾 然后跟中国的这个矛盾 南海的这个矛盾 发展到现在 大家也可以看到 中国这么去玩 是为什么 最开始跟大家讲了 有些特别可爱的网友 都在在这个问题上 天天的在这说 哎呀 菲律宾欺负中国 菲律宾欺负中国 我就想请问一下 菲律宾拿什么欺负中国 怎么欺负啊 是能够经济制裁中国呀 还是啊 武力上能够把中国给干了 还是政治外交 能够孤立中国 哪一件事 菲律宾能完成 菲律宾是政治外交 难不成是联合国的 五大流亡之一了 对不对 大家想想 为什么有一些 特别可爱的网友 天天在这跟你说 啊这个中国受辱 受辱受辱了 为什么 它总有背后的一个原因呢 它让你看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让你看不清楚 对不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只有把你眼睛猛伤的时候 它才能给你 把你带到 它愿意让你走的那条路上啊 对不对 全是啊 这种小聪明 大家发现没有 菲律宾发展到现在 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新闻 那比如说啊 这个菲律宾的国家安全顾问啊 然后最近啊 关于什么这个 跟这个中国的外交部 又堆上话了 为什么 就关于啊 那个菲律宾那个破船 那么在跑到这个 这个仁爱礁啊 跑到仁爱礁 那个 那个菲律宾的那个 那个破船那儿啊 把那个商员接走 然后菲律宾说 你中国的海警 你撞我的船 你危险 你太危险了 你欺负我菲律宾啊 这咱们的外交部 不是又把视频发出来了吗 你你别说我撞你的船 你往上面 就是想用 想要运物资是吧 然后的话 你运商员 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这中国外交部说的 运商员没有问题 但是你得提前通知我 你不提前通知我 我不让你运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 这边也回应了 回应了这个外交部 刚才说的啊 你得通知 人家说的是什么呢 说我们的行动啊 是在自己的领海 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啊 我们不会受到外国干涉 或恐吓的阻碍 然后这个 这个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秘书 爱德华都啊 阿诺 然后他说啊 这些建议啊 就是中国外交部的建议啊 这个荒谬啊 无无机和不可接受啊 他不容说啊 我们在那里开展任何活动 都不需要中国批准 也不也永远不会需要 那这个 但是啊 这个该委员会表示啊 菲律宾仍愿意通过对话 和和平谈判 解决整个南海的争端 菲律宾现在 大家犯了没有啊 就苦口婆心了点 就开始对话了 对不对 然后总而言之吧 跟中国的外交部啊 你一言我一语的 这么就是一直在聊 然后呢 这个这个委员会啊 这个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啊 然后还提到 要对话 要和平解决 要和平的谈判 来解决这个问题 哎 菲律宾越来越 这个苦口婆心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趋势已定啊 大家想想啊 现在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 前一段时间 在香格里拉会议之上啊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总统 叫马克思啊 讲的那些话 特别的有意思 对不对 然后的话说啊 这个中国跟菲律宾啊 已经来到了开战的边缘 这标题可以这样做 新闻的标题可以这样做 特别硬 但是他话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对啊 这个这个如果说啊 中国的海景啊 这个导致啊 这个菲律宾的人员 这个生命的丧失啊 我们就已经非常接近啊 非常接近啊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开战了啊 打仗了 跟中国要打仗 而且他还说什么呢 说什么中国啊 是蓄意的啊 伤害了菲律宾人员的这个生命 小马克思讲这个话 是给自己留了两个后路啊 留一个后路都不够 留两个 为什么 没两个后路啊 就是说 哪怕出了人命 也仅仅只是接近开战 还不到开战呢 那菲律宾小马克思 这这话说出来 说实话 你让我一个中国人听到 我都觉得可怜 有点可怜 对不对 然后呢 还还讲什么呢 你是蓄意的 你蓄意伤害了菲律宾的人命 就就假如说 你不是故意的啊 你不是故意的 就没关系 他他又加了个蓄意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 小马克思为什么这样去讲 因为这个局势已定了 不是说中国有多硬 中国天天的喊 我打死你 打死你 菲律宾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不是的 这个局势是怎么定下来的 玩的是谁 玩的是美国 以及中国跟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关系 就在啊 中国与菲律宾发生矛盾的这段时间里边 中国一直在干嘛 你别看中国不喊 不喊什么话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我中国不喊这一套 中国玩的是什么 玩的是对不对 我啊 我跟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 我把这个事情啊 稳住 然后呢 菲律宾你搞事情是吧 搞事情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中国还好 为什么呢 你搞事情 我中国就拼命的往南海派这个海警船 我派一大堆的海警船 派一大堆的渔船 我实质的控制了这个南海 谁还说不出我一个步子 为什么 因为是你菲律宾搞事情啊 谁能说我不对啊 菲律宾给我搞摩擦 我派的海警船怎么了 谁说我不对 我实质的在南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影响力越来越大之后 我中国跟东南亚这些国家进行外交上交往 想一想前一段时间 王毅在东南亚这边转了一大圈 转出来什么样的结果 转出来的结果 香格里拉会议 对不对 这个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尔说的 中国在中国说啊 这个在南海拥有主权 挺好 这是啊 这是马来西亚的前总理说的话呀 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挺好 为什么挺好啊 马来西亚在南海开发这个石油 油田 中国没说我们不能开发 挺好的 我们的船过南海 中国也让过 中国也没有检查我们的这个商船 你看这话讲的这这叫什么 这不是暗示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 这叫承认中国在南海拥有主权 为什么 那不就是菲律宾折腾吗 我实质的控制了南海 谁能说我不说我不对啊 对不对 而且这是一个一帆两瞪眼的事 之前大家谁都不提 然后谁都不搞事情 那这个南海之前那个现状也就那个现状 对不对 菲律宾非得搞 你越搞是吧 那我越往南海派海行船 是使得掌控住了南海 而且我还说的是什么 我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你说东南亚这些国家怎么办 你菲律宾别搞了 你越搞中国越控制南海呀 所以说呢 马来西亚现在 这个态度展示出来是为什么 不是中国人拿枪逼着 马来西亚的前总理啊 马哈蒂尔表这种态 不是 是他要表了这个态之后 你菲律宾别搞事情了 搞事情搞到什么样的程度 六月十五号 这没几天了 六月十五号 中国海警 对不对 在南海的执法的那些规则要生效了 对不对 驱逐啊 这个抓人啊 这个这规则要下来了 对不对 你菲律宾越搞事情 那到时候真有点什么违规的事情 不是菲律宾 为的规是其他国家 为的规 其他国家就可能要被抓 那你说菲律宾东南亚这哪个国家能够跟中国对抗 而且中国现在做的事情还有法可依 你菲律宾越搞事情 大家的利益就越受损失 所以说呢 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前总理 那就得出来表个态啊 你别搞事情了 我承认中国的主权行不行 我承认了 你别搞了 你再搞事情 对不对 你就伤害我们的利益了 原来对不对 中国啊在南海这边 还没怎么着 大家各自争议 共同开发 对不对 和和平平的 和和美美的 谁也不搞事情 那你说对于东南亚这些国家 还来说还是好事 只要中国没有加大力度控制南海的话 对于东南亚这些国家是好事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菲律宾非得搞这个 南海就那么大地儿 中国的影响力在南海 扑的越来越大 那那其他东南亚这些国家的影响力 就会越来越小啊 所以说大家看明白了吗 中国是怎么玩的 东南亚这些国家稳住了之后呢 然后的话 谁是域外国家 那就要搞那个域外国家了 就美国嘛 美国本来是想要藏在背后 然后让菲律宾往前冲 那现在中国也不管菲律宾 我就天天的点 我天天点啊 这个美国 这个今天的新闻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副部长 然后在这个老乌啊 开这个东亚的会议啊 开完之后就提到了 南海的南海局势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 直接点名了 中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哦 直接点名美国这么说 就是美国搞事情 你一个域外国家 你破坏了南海的和平稳定啊 这美国现在被中国点名 美国如果正面硬钢中国 没问题 美国会在南海跟中国硬钢吗 美国不敢硬钢 南海谁还敢配合美国 中国都现在 中国现在都不在背后藏着了 你说啊 干菲律宾简单 还是干北国简单 当然干菲律宾简单 但中国的态度就是 我就挑硬的干 你看看 大家看看 那个硬的敢给我干吗 那硬的不敢给我干 你还配合那个硬的 你是傻吗 对不对 那美国被中国干 被中国这么来弄 对不对 你一破坏南海的和平稳定 成天就这么骂 你是域外国家 你离这远一点 天天这么骂 对不对 美国拿中国没辙 美国的利益也受损 美国利用菲律宾 到最后也倒霉 因为美国的面子 起码没了呀 被中国拿着这点事 在这骂呀 对不对 你是域外国家 你死开点 你离东南亚 离南海这边远一点 你天天怎么骂 你是超级大国 谁受得了啊 你按照美国原来那性格 你骂他一个事实 打听打听 谁是萨达姆 哪个又叫卡扎菲 还有那个米洛守维奇 你骂美国一个事实 现在呢 天天挨着嘛 美国看起来很聪明吧 利用菲律宾搞事情 搞来搞去 中国对于南海的控制 越来越强 搞来搞去 美国自己都得带进去 大家看懂中国的玩法了吗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法 七亲七纵 大家明白吗 七亲七纵啊 你自己想 你到底是啊 走那条活路 还是走那条死路 对于菲律宾来说 就是如此 你自己选嘛 你想打 我让你打呀 你来一回 我弄你一回 来一回 我弄你一回 你一盯点便宜都占不着 我还得 对不对 我还得说 对不对 我要的是和平稳定 实质上呢 实质我对于区域的控制力 越来越强 你玩吗 看懂了吗 那有一些特别可爱 神奇的一些网友 天天给你带风向 说什么 菲律宾啊 这个辱华了 辱华了 那么欺负中国 中国软弱中国人 看懂了吗 同学们 为什么这些人 让你看不清楚真相 问题是 小聪明有用吗 今天跟大家聊的新闻 都是跟小聪明相关的 但是啊 这些小聪明 大家看清楚了之后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啊 其实啊 慢慢看 就是类似这种事情 会会 还会有很多 但是的话 还会被骗吗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关于台湾这件事 关于南海这件事 你再看 其他的事 你看得一清二楚 你说啊 老五 对不对 然后的话 算不算是啊 对得起 对得起各位啊 好吧 今天这期啊 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对不过来啊 对不过来啊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